嘿,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MT的魚Moya小鈴鐺 嘿,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小鈴鐺 好了,歡迎收看我們這一星期的《凡人修仙傳》 嗯,感謝小伙伴們的收看小伙伴們的視頻還記得點讚評的訂閱,推薦,謝謝大家 謝謝 好啦,咱們先回顧下上期的視頻到劇情啊 上期的視頻 咱們倆是製作了,不對,是我是製作了我的鑽石武器 雖然說它的名字叫做成長武器 但是這把武器它有著不僅它等級的話 它總共有15個階段 15個階段每一階段升級之後都會給它提升真實傷害 也就是無視護甲的傷害 當然到了三屆之後,不對 到了二屆之後 它就擁有了那個說話的能力 右鍵它 對,右鍵它 它會給予我一個強大的buff 厲害 對,咱們現在來說算是一個強大的buff 厲害厲害 好啦,這把成長武器呢 嗯,我是加了那個什麼裝備等級 呃,待會咱們就去挖礦吧 得多挖一些那個零食 還得多挖一些那個綠寶石礦 看一下能不能做一把那個 嗯,神器或者是那個傳奇等級的那個 這把專屬的劍 哦對,這個專屬的劍呢 嗯,取什麼名字呢 那就由小夥伴們來決定吧 你們在視頻下方評論 或者是那個發送彈幕 都可以 對的,沒錯 哥給你牛排 走吧,走吧 那那個,接下來挖礦去 這裡還擠了 都是吧,鐵鎬 這裡還擠了 哦對,我先向,我先向那個請教了作者 呃,上一期,上一期那個彈幕 不不不,字幕 呃,作者,作者他的ID叫做 哦 他在B站,B站的那個ID叫做基岩 岩是那個岩時的岩 希望小夥伴們能去B站多多關注 多多支持他 是的,沒錯 走吧,咱們接下來挖礦去 嗯,我昨天晚上請教了作者 他說那個,咱們前一期的話就是為所發育 為所發育那個,嗯,就是去挖零食 挖到足夠多的零食,咱們可以去那個市場 然後那個,呃,兌換一個那個什麼 一屆的工法,學習工法之後 工法學習之後會提升咱們的那個技術屬性的 工法? 對 走開,走開,走開,走 我現在模式是正確的 就,就從這裡往下挖吧,往下挖吧 對啊 自育取食 噢,你說零食,我想起來了 誒,這裡有零食 這裡,對對對 就這個地方我剛開始挖到了幾個三級的小零食 零食的話那個,呃,它的那個分,分布層數啊 分布層數跟那個原版的礦物是差不多的 它那個,嗯,越往下的話,零食的等級就越高 但它的那個稀有度就越高 這對方就越高越好 這就是個地牢诶 我們挖到這裡了,要要挖過去嗎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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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地,地牢,地牢已在 你們現在的等級,我的天 打不過 肯定打不過呀,得換個地方挖 可是我沒有別的地方啦 等等 你有沒聽到什麼爆炸聲 各種爆炸聲 我聽到了 這樓上門誒 打開 你這挖的好 哥哥 你快TP我呀 差點就 敲頭霸底 敲頭霸底 我覺得我有救 有救 回存單 快吃快吃快吃 快吃快吃 哥哥快吃 快吃吃吃 吃吃吃 哎呦我的媽呀 給你給你給你 怎麼給我 這這這 這個單我就不給你了 不要走啊 血量回上來了 回上來了 換個地方挖好嗎 我換了呀 隨便找個礦坑啊 你跑到上面來幹嘛 我沒找到有礦坑呀 我的天哪 找個峽谷好嗎 請 管他了 就這麼挖吧 原地開始挖 快快快快 來我走來我走來我走 來我走 我這個殭屍會釣魚嗎 鐵框鐵框鐵框多撿一下 我沒辦法 哎你別往我腳下挖好不好 說不定下面又是岩漿 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哥 你要相信咱們的運氣 也沒有那麼慘 哼有你在運氣能好 咱們就不等好啦 你這是在看不起誰 我就是擺明的看不起你 你厲害行不行 真的是還有理啦 剛剛差點被你害死 做兩個稿子 哥你還有鑽石嗎 有 好 我這邊也還有 那我就不給你做稿子了 繼續往下挖吧 嗯 什麼東西炸了一下 我的稿子 挖一下就廢一把 有零食 找底下 這個黑色的礦 黑色的礦把它挖掉 那個黑色的礦 黑色的礦是咱們燃氣的材料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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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那個 練法 練法法寶的那個材料 法器的 我身上沒有稿子了 來把咱們暫停下吧 好的 對了 差點忘記製作一個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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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東西了 那个叫做千麦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一把稿子 就是说这把稿子它有大用处 就这个 这把稿子千麦万灵 用这把稿子咱们去挖零食的话 会增加咱们的那个支离的属性 支离经验 按下那个欧键 然后这里有支离 这个支离的话就相当于咱们 原版里面的那个食运 等级越高的话 你挖零食就有 有很大的几率能获得那个 额外的零食 好的我知道了 还需要那个下节食音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东西 先先先先给它那个放进去 挖零食的时候才用这把稿子啊 嗯好 我还得给你给你做一把 差点忘 差点就忘记这个事情了 好 OK给你 我它支带那个 支带那个附魔属性的 有那个什么经验修补 以及那个效率3 效率很快 我的天哪 经验修补 我现在有20多点的经验 走吧 咱们接下来 那个继续挖零食 好 来吧妹妹 我这又好吃的 快来 好吃的 快来 快来 好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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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至尊披萨 奶酪汉堡 煎蛋肉堡 还有这个薄饼披萨 以及这个卷心菜汉堡 还有豪华咖喱鸡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些石头给它往外掉 好好好 我卡了卡了卡了 好OK 来吧 总共挖到的零食有 就这么多点 先把它全都丢出去 丢出去再捡回来 看一下 看一下应该应该是有高品界的那个零食 三界 六界 二界 四界 七界 有两个七界的 我的天 厉害厉害 那个吃一下的话估计就 这边我又挖到了一点 先别吃先别吃 先斩起来 斩起来就说 OK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 那个我这边绿宝石有16个 钻石的话只有6个 你拿钻石有多少 一个 两个 两个 喝 来吧 先先先先先来做一下吧 好的 我这边也做一个吧 刚好我也可以做一个 嗯 我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运气怎么样 我给你给你给你 你人呢 你过来好吗 你在哪呢 我这里有 你不用给我 我这里有 我在逛逛 能不能回来办正式 还挖挖挖挖你个头 我在你面前啊 木板给我 给我木板 木板 给你 好看一下能不能做出 你要做一个 钻石剑是吧 对要做钻石剑 然后钻石剑放中间 这里放上绿宝石 下面放一个铁钉 传奇 这个简单 铁钉 在这个熔炉里面有 去里面的技术 好气哦 喝 哥哥 喝 真的 我靠 有没有感觉很开心呢 不是你做几把做出来的啊 一把呀 我再做一个再做一个 你是什么狗属云啊 没有材料了 没有材料了 不够了 我就一个个材料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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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再做 看看看看你还还能不能再做出来 好好好 没问题 传奇传奇等级的话 他他有那个有有那个隐藏的属性隐藏增加那个伤害的属性 等一下下 残料 绿宝石 然后还需要一个鸡 把一个铁 铁放在 放在尾巴 尾巴那里 我剪了 是什么呢 书星 基础 你的运气就完了 我告诉你 你绝对 绝对做不出来比基础更好的了 我再试一下 我还有一个材料 我再试一下 为啥你身上会有那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要么是挖掘疲劳 要么是那个沉重 我饿了嘛 我饿了 饿了还是血少了 我刚刚被怪打了 不记得了 别打我 喝出来吗 吸油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这把吸油给你吧 我这个等级 等级已经 已经升到 升到那个一键了 走吧 咱们接下来那个打关去 打关去给 给这把武器升级 好 可以 好啦 终于升到二键了 妹妹你 拿着这个武器右键 右键 它会给予你一个 呃 它会给予你一个 力量的效果 没有 有 你右键一下就行了 再看 再打开那个打开飞包 没有力量效果吗 没有没有 可能是 只是二级才会有这个效果吧 你那个还没升到二级 我都四级了 你给我给我 把武器给我 把武器给我 好 给你 你这个才一阶段好吧 你是不是拿错武器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给你这个 你还需要打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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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打五个 前面前面前面 再再打五个 来我帮你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 我帮你 我现在我现在那个伤害 右键一下他 给予我那个力量的效果 力量效果 大概打出去的伤害有二十多点 将近三十点 应该有二十多点 你不要帮我打好吗 刚刚打的那个没有 算在我身上 好了吗 还没展过 没有 你先 那个咯 展过了吗 还有三次 还有三次 我的天 对啊 我都说了你刚把我打的 我一个都没算进去 打死你 这里还有一个星星的 这边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 我帮你打他一下 OK 一下打了他三分之一的血 还有一次 再找一个附近 附近肯定还有 我想去找个小动物 这边这边这有这有 快过来快过来 看见 哎呀 被我打死了 前面打前面那个 打前面那个 升级了吧 我听到我听到那个 不拎的声音 你右键右键 不停的右键 不停的右键 哎有了 十九秒的力量效果 再再继续右键 好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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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说话了 哈哈哈 你没保时度 没保时度的情况下 你不要再右键了 不然的话他会反噬你了 过分 哈哈哈 我应该把话说完的 你你手速速得这么快干什么 真的是 我这个宿怪打不中他 我打得中 我好小一个苦力怕 这是苦力怕宰宰宰吧 可能是的 你右键他之后 他会给你那个十十九秒的那个力量一的效果 然后他会消消消消消你消消你大概是两个以上的那个保时度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自己自身的那个保时度啊 保时度一旦消耗光你在右键的话他就会反噬你 好 其实这个力量效果咱们可以无限使用 只要咱们保时度保时度那个 一直保持是满的了满的状态 对 我现在已经是练气出界马上 马上就要那个到中界了 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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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键上他估计说好饿 不要饿死我不要饿死我 不要饿死我 敲动吧点 敲动吧点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 这什么 你要干什么 红牛碎片可以领悟真地 直直直抄我过来 你放了个TNTP吗 厉害了 打死你 有个隐身 有个隐身的怪在打我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这带着什么带着 看 看 诶 诶那个隐身的怪呢 看不见他 我好多隐身的怪 诶 是的 这个黑色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黑色的不要剪 黑黑色的黑色的那个那个灵气会 会那个会剪咱们的那个功德值 哦好吧 哥你看 哥你看 红牛碎片 一点 我又见 我又见之后那个 红牛碎片 这个东西可以那个 可以领悟到功法的真谛 这个这应该是合成 合成一个什么东西 合成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功法 功法的话咱们等 等等等下一期吧 等下一期咱们那个 咱们去去那个市场兑换 用那个零食去去兑换功法 学到功法之后咱们呃 自身的防御应该 要高一些了 这个小小僵尸 绿毛是 用的是功德 哎呀 哎呀这小家伙 哎呀这小家伙 小家伙走位可以的啊 哎呦我又捡到两坨 我功德值 我看下我功德值 还是-1 还好还好 妖狗怪 走吧 怎么回去吧 好 至少咱们现在不会孤独了 至少咱们现在不会孤独了 走 我打死你 他抢我的劲 你再捡回来呗 他是苦力胖 我吃的东西都没有 他是个精英怪啊 有那个粘性啊 粘性就会抢 抢咱们的武器啊 来吧咱们这期也 差不多该结束了 就先结束了吧 嗯好的 我再那个啰嗦一下 那个嗯 其他的小伙伴们 我这把专属武器 呃起什么名字 就交给你们了 好的呢 好了 那其他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 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你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